毛人凤逃到台湾后密谋绑架蒋经国让老蒋震怒 58岁一语致癌身亡 毛人凤是菩萨心肠 不是大丈夫不能成大器 这是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对毛人凤的评价 黄埔军校的高材生 杀人如麻的军统局长 四大特务之一的毛人凤 果真是菩萨心肠 前半生关于横通的他 最后为何孤独惨死 明明备受蒋介之信任 又为何密谋绑架蒋经国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背后的故事 毛人凤生于1898年 正是国家动荡战火纷飞的年代 他考入黄埔军校后 本该毕业走上战场 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中途退学回家 虽然失去了做高级军官的机会 但毛人凤运气极好 结识了还是普通青年的戴笠 两人相见如故 相交甚欢 毛人凤还拿出了20块钱借给戴笠 后来戴笠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成为中统局局长 掌握着重权 凭借着于戴笠的旧交情 毛人凤顺利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调查统计局 也就是后来的保密局 担任主任秘书 毛人凤虽然考入黄埔军校 但毕竟没有正式毕业 又不是军统初创时期的元老级成员 既没有做过战长 也没有当过处长 最后却能身居高位 手握重拳 其发迹完全得益于戴笠的提携 毛人凤长期跟在戴笠身边 学会了许多残忍的手段 不仅对共产党狠毒 对自己人也从不心思手软 别看他平时笑呵呵的 关键时便面目猙獰 用尽一切毒辣的手段 残害革命志士和无辜群众 所以很多人称他为笑面虎 老实的外表下隐藏的绝非菩萨心肠 戴笠死后 毛人凤虽然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靠山 但凭借着积攒下的人脉与狠辣的手段 接任保密局局长的位置 当时毛人凤主要的工作 就是打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人士 内战后期 国民党节节败退 1949年 国民党即将撤退到台湾前 毛人凤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了大屠杀 1949年9月6日 毛人凤奉命杀害了杨虎城将军全家 12月 毛人凤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扎子洞大屠杀 将白宫馆和扎子洞两个集中营内关押的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全部杀掉 当时毛人凤的手下向他请示该如何处理这些人 毛人凤毫不犹豫的在名单上写下 一律处决四个大字 可以说这一时期毛人凤深受蒋介石信任 许多大屠杀大清洗任务都是蒋介石秘密交代给毛人凤 作为蒋介石的心腹 毛人凤又通过妻子向影星的夫人外交获得了宋美玲的赏识 那么为蒋介石一家效力的毛人凤 为何要绑架蒋介石的爱子蒋经国呢 毛人凤与蒋经国的对峙还要从国民党败退台湾说起 1950年蒋介石逃到台湾后 自封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务 在战争失败的蒋介石为了加强政治统治 整肃军纪把党权交予了长子蒋经国 命其筹划情报工作 可是蒋经国大权在握后 并不着急按照蒋介石交代的那样整顿纪律 而是借机大力排除一击 企图一手把持重拳 自从蒋经国开始掌权 毛人凤便日夜担心自己会被踩在脚下 习惯了狠拉手段和阴谋诡计的毛人凤 开始寻找蒋经国的把柄 1952年 毛人凤主动挑起了毛邦初案和杜长成案 本想将蒋经国拉下马来 却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最终反而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 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兄弟 以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驻美 表面负责采购飞机油料等物资 实际向亲台的共和党提供竞选经费 炮制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言论 这对蒋介石的外交工作来说 可谓是重重之重 可是利益熏心的毛邦初 却把军费席卷一空 甚至在潜逃前将国民党 在美国的勾当全盘拖出 发生如此大的工作失误 蒋经国当然要承担直接责任 毛人凤幸灾乐祸地 把事件的详细经过添油加速地 放到蒋介石案头 蒋介石得知后 勃然大怒 严厉斥责了蒋经国 这下蒋经国和毛人凤彻底站到了对立面 虽然同属国民党阵营 实际上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 急于瓦解毛人凤阵营的蒋经国 开始着手对谍报系统进行改制 建立现代谍报体制 结束毛人凤私人割据的局面 毛人凤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此时毛人凤的心腹杜长丞相的提议 把蒋经国绑架起来 再由毛人凤出面解救蒋经国 这样一来既可以教训蒋经国 又能显示出毛人凤的能力 在蒋介石面前卖个人情 这一招实在是下策 蒋经国位高权重 身边围绕着层层密探 又岂是简简单单就能绑架的人 可惜此时的毛人凤已经立令之婚 根本不考虑计划的周密性与可行性 不久杜长成的绑架计划 便被蒋经国侦知 绑架计划立刻被承报给蒋介石 毛人凤自以为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可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再得力的下属 又岂能比得上亲生儿子 蒋介石已经将长子 视为自己的接班人 大权即将叫到儿子手上 岂容下属如此被处 胜路之下 蒋介石不仅枪决了杜长成 还准备把罪魁祸首的毛人凤也积压起来 经过宋美龄和其他元老的周旋 这事才不了了之 尽管免去了牢狱之灾 毛人凤不得不交出保密局的全部班底 由蒋经国改组为国民党军行局 此时的毛人凤虽然还是陆军中教 但这仅仅是个空闲 毛人凤大势已去 回天无力 灰头土亮的毛人凤不甘就这样消沉下去 于是毛人凤策划了一个刺杀周总理的计划 1955年春天 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万农会议 毛人凤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刻密报给蒋介石 准备用定时炸弹 暗杀会在香港启德机场 短暂停留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传机 毛人凤拍遣的特务花高价 买通了一个机场的清洁工 趁克什米尔公主号加油的时候 在上面放置了定制炸弹 这枚炸弹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 为了应付机场安检 台湾特工将其做成牙膏的样子 就这样 炸弹被清洁工带入机场 又不知不觉的安载了飞机用意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周总理因刚做完南维员手术 临时秘密改变形成 换乘另一架飞机 经昆明取到缅甸 仰光赴万龙参加会议 阴谋刺杀周总理的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话虽如此 炸弹爆炸后 飞机在海面上紧急迫降 最终只有三名机组人员正环 包括新华车主任 记者 情报人员 奥地利记者在内的11名工作人员 全部遇难 得知暗杀失败的蒋介石 勃然大怒 要求毛人凤一定要不择手段的 除掉周总理 于是毛人凤又派出杀手去 雅加达刺杀 这时周总理已经在万龙会上 向各国领导人通报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故的真相 包括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内的 多国元首都公开谴责 没讲当局的恐怖行动 在万龙 中国代表团和印尼政府 加强了对周总理的护卫工作 毛人凤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也无法在这铜墙铁壁中找到疏漏 万龙会议结束后 周总理顺利回国 万龙会议是世界历史上 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 会议产生的万龙精神和国际关系 十项原则 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指针 这项会议不仅强化了中国与印尼的关系 还让亚非各国 世界各国 认识到中国独立自主 和平友好的外交态度 毛人凤暗杀失败 偷鸡不成反尸把米 国际议论全部指向国民党当局 英国首相也派来代表 指示香港政府全力配合国安 从此 毛人凤在蒋介石眼中的地位 一落千丈 再也得不到原来的宠信了 原先与毛人凤叫好的各军阀 也都变色龙似的疏远他 毛人凤整日哭作家中 揣揣不安 形容逐渐消瘦 被确诊为癌症晚期 往日的消灭虎成了死老虎 毛人凤夫妇毫不相信医学 而是听从江湖油衣的建议 只住了两个月后便回到了家中 只服用江湖油衣开的草药 1956年11月14日 毛人凤突然进入泥流状态 不久便眼下最后一口气 十年58岁 黄埔军校出身的毛人凤 为他上战场 却在阴谋诡计的谍报工作中 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毛人凤不算长寿 这固然与他失去宠信后 整日郁郁有关 但也不免让人感叹 毛人凤得适时杀人如麻 万年终有恶报 更令人唏嘘的是 蒋介石得知 毛人凤死讯后反应极为冷淡 直到毛人凤的夫人 向影心向宋美玲哭诉 才追授他为陆军二级上将 并赠送了一副晚联 算是给了最后的一点颜面 迫害人人致世 滥杀无辜的毛人凤 最终下场凄惨 丧尽天良 忠实恶果 愿世界不再有战争 百姓不再自相残杀 阴谋诡计不再四处横行